hello大家好 今天终于要讲恶霸请屠废 我们书接上回 六子的死给张麻子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前一晚还想着赚了钱送他去留学 隔天就网入隔世了嘛 被逼无奈的张麻子这下玩不起得玩 收到黄色蓝的邀请 张麻子和汤师爷准备前往雕楼参加红门宴 汤师爷的第一个死亡伏笔就埋在这去之前的谈话里 老汤 你是把六子的死当捞钱的成本 我看你当成本挣的钱会更多 所以从这里就能看出张麻子有杀汤师爷的心 包括后面剧本删除了一段很重要的对话 更能印证这一点 我们后面再补昌 之所以不杀汤师爷自然还是有利用价值的嘛 毕竟 就从表面上来看 至少他的县长身份还很有用 哦 是这样 是这样 因为张麻子要名正言顺 占着挣黄色蓝的钱 那黄色蓝为啥要请客呢 名正是为了在权贵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 胡万比斯小六子还供出了他的名字 让他在各大家族面前名誉扫地 黄色蓝得做做样子嘛 有身份的人都讲究一个名正言顺 那么按着 就是要探探这位旧相识 看他来讹成的目的 虽然张麻子表面上说要挣钱 但黄色蓝很清楚张麻子来就是针对他的 所以黄色蓝顺势搬出马匪反击张麻子 看似试探 其实就是摊牌了 注意看他俩的表情 分明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一搭一唱 一真一假 上一集我已经详细分析过 黄色蓝在张麻子进城之前 已经知道他要来 而这里黄色蓝更进一步 揭开曾经的恩怨 二十年前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注意张麻子怎么回答 竟有如此的缘分 张麻子并没有反驳嘛 更是正面迎合黄色蓝 那么彼时彼刻 假如此时此刻 这个一面之缘相当重要 这或许就是张麻子来讹城的真实目的 这场鸿门宴过后 张麻子跟小六子讲悄悄话 当初自己就是因为跟这帮人玩不起 逼不得已才上山当的麻匪 什么叫玩不起 就是玩输了呗 暗处的黄色蓝赢了名处的张麻子 怪不得敢明目张胆 借用张麻子名号行骗 不仅如此 黄色蓝也搞明白了 谁才是真县长 并通过接下来的观察 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起初张麻子和黄色蓝 在聊接大腿的事 师爷突然跳出来说 要先聊Dollar 黄色蓝跟51任县长打过交道 他非常清楚 一个买官的县长 应该关心什么 还有一点就是 后面黄色蓝赠送钻石的时候 师爷再次跳出来说 我先替他收着 剧本里写得很清楚 是女子旁的他 一个师爷 替县长夫人收下钻石 这合理吗 所以通过这次鸿门宴 黄色蓝已经很清楚 他俩的真实身份 这一点非常重要 是有助于后面 对很多事情的分析的 是必不可少的突破口 接下来剧情 推向一个高潮 五五分账 如此过分的提议 对于黄色蓝来说 面对昔日的手下败将 张麻子何德何能 如此狂妄 是不是 所以跟张麻子 耍耍的心态 一下子就变了 表情开始变得猙獰 但黄色蓝也绝对不会动手 他不想在外人面前 坏了自己的名声 这本来就是一个 找名声的局嘛 所以县长 绝对不能死在自己家 或者半路上 一个恶人 怕坏了名声 多有原则 突然觉得黄色蓝 还透出了一点可爱 但当张麻子 给他展示实力的时候 就是吹暗号这段 黄色蓝还是气不过 想发飙 所以接下来 黛玉情文子摔倒的时候 黄色蓝才会这么大的反应 可惜张麻子 连黄色蓝发泄的机会都不给 硬生生把刀挡了回去 黄色蓝还是忍过去了 必须忍过去嘛 可太有原则了 但是张麻子 既然是手下败家 为什么黄色蓝要那么怕他 都已经说了 一开始的时候 是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但现在局势不同了 他们现在是反了 黄色蓝在明 张麻子在暗 但是他心里都有说 大家彼此 但是现在问题是 黄色蓝弄不明白 张麻子来的真实目的 他也不知道 他背后的计划 对不对 譬如说他是 一条腿嘛 万一呢 张麻子起初来的时候 可不知道黄色蓝的打算 他是随时准备和黄色蓝 火拼的 其实 只是在聊天的过程中 自己改变了主意 他要让黄色蓝认可自己 不仅要和黄色蓝这类人 玩得起 还要玩得硬 原来是一个失败者的心声 还是映照了 汤师爷的一句话 赌徒 还赌不赢 赌赢了呀 赢个屁了 赢得连裤衩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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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得赢了 他虽然是灭了黄色蓝 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所以他杀了黄色蓝 但是他自己也没有赢 这叫两败俱伤 张麻子没什么可说 所以他打败了黄色蓝 就是赢了 他连未来都输掉了 两个未来 老七 小六子 都没了 老七就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人 戴着年轻的一代人 小六子这个未来 就是自己的未来 所以他没输吗 他连自己的未来都搭上了 终于轮到黄色蓝出手了 在自己的地头上还是自己请客 却被耍成这个样子 黄色蓝哪能接受得了 这奇耻大乳 连出两步棋 杀鸡 去了 鸿门宴后的张麻子非常清楚这一点 预料今晚必有大事发生 但姜文这里的安排 听有一点小坏 硬生生给张麻子的人设 描了黑边 张麻子既然已经早有防备 但依然选择搭上县场夫人一条性命 多好的夫人 他其实塞个枕头 假装在那里 是啊是啊 他有一万种方法 而且有足够的时间去精心准备这些东西 因为他还跟小溜子聊天 他要骗老汤 是啊 唯一有可能的就是他为了要拉拢老汤的一种方式 接下来夫人的葬礼上绑架黄色蓝 就是利用了夫人的死换来的妙计 汤师爷的原话 你抱着我夫人学我哭的时候就想到这招了 有醋有戏 而且还不止夫人 还有老二 师爷 他俩的死就更让人细思极恐了 杀 必须的 不过这是后话 咱们先聊杀鸡取卵 不管扎麻子被动选择让夫人死是否刻意而为之 但拉拢汤师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反过来也让老汤体验了一把 看着自己亲人死却无能为力的心痛 葛优还是很爱县长夫人的 从哪看出来了 这不过就是个妓女吗 拿着钻石 我要把你扮踏实了 你要知道一个妓女 这不是老色鬼 怕有什么可信的 但是你反过来想想老汤跟县长夫人这么久了 他都没把她扮踏实了 有可能都没进过她的身 她可是个妓女 你从哪儿听出来了她没进她的身 那怎么叫扮踏实了呢 就是让她再尝尝自己的厉害 可又把这个状态演得很到位 当下你的仇人就在眼前 你要不要开枪打死她 你要不要 叫我早就开枪打死她了 真的 真的 这么冲刀 对 这个时候的老汤是否也心里默念 杀人诛心呢 虽然最终汤师爷并没有选择开枪 通过这次县长夫人的葬礼 成功拿到了城南两大家族的赎金 但黄四郎有替身这事 确实让张麻子没有想到 可惜黄四郎还是大意了 底牌落早了 表面上黄四郎更胜一筹 实则是他走向灭亡的开始 汤师爷说 你玩砸了 张麻子说什么 我怎么觉得 刚开始啊 很关键呢 大家坐在一起看着这张桌子的钱 人的欲望难以掩饰 除了张麻子和老二 其他人都已经按耐不住心中的浴火 什么小六子死啊 什么夫人被杀 在白花花的银子面前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当老七提议大家伙分钱走人的时候 汤师爷戏剧化的变脸 说不哭就不哭 那张麻子为啥到手的钱不要 钱不要发给穷人 从表面上分析其实不难理解 爱钱的弟兄们和汤师爷天天守着这么多钱 肯定容易走神嘛 一个邪念就跑路了 那还怎么对抗黄四郎呢 还有就是如果不发钱 那怎么引蛇出洞 只有这么做才会引起黄四郎的好奇心 引起黄四郎好奇心 然后呢 然后才能继续发生关系啊 就是互相之间就要有摩擦才行 你没有摩擦是不可能 那如果黄四郎不理他呢 那他就要继续找事 只能说发钱让黄四郎觉得遭捡东西 不过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就是收买一无所有的底层老百姓 为后面发动群众运动埋下种子 张麻子这里对兄弟们撒了个谎 他为了稳住大家的心 继续帮自己跟黄四郎玩命 提出把钱发出去的理由 但其实从后面派老二出城这段戏了解到 张麻子虽然没有亲口说 是师爷猜到 你不会真跟黄四郎玩命吧 张麻子从一开始就没想拿钱走人 这个秘密他在小六子目前也说过 他要把黄四郎连根拔起 在结合红门宴上提到的20年前 他俩就有恩怨 就算黄四郎出钱 他也不会带兄弟们走的 因为他就是要跟黄四郎玩命 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汤师爷标签感到很精准嘛 是吧 再重复一遍 你这是玩命 赌徒 还赌不赢 所以他这里提到发钱理由 就是一句谎话 不管出于哪种理由 张麻子发钱这一举动 成功钓到了黄四郎这条大鲶鱼 为什么是鲶鱼 不好馋呢 给你是泥球啊 你给你是蟒神 这才引出第二次发钱的雨夜火拼 而且是在夫人被杀的那天晚上 张麻子就已经想到要跟黄四郎火拼这步棋 那天晚上来刺杀的六个人都买好了 关键还化了妆 白粉底加大红脸蛋 那不是雨夜化的吗 那就是这个意思嘛 来的那六个人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嘛 他就想着要出这种事 跟进城的那几个一样呀 对 都是有用的嘛 他刚好有六具尸体 刚好也是自己有六个人嘛 第一次发钱老汤是有参与的 而且体验绝佳 注意张麻子和汤是爷的对话 你不是就是想当老天爷吗 是啊 那我就好奇了 他一个想要当老天爷的人 真的有拯救到任何人吗 如果真想拯救这些老百姓 不应该受之以余 而是受之以余嘛 归根结底张麻子发钱 只是为了后面的计划 相反 汤是爷这里的感受 其实更纯粹一点 不过这些全都来自于剧本啊 也是被删减部分 张木芝等人带着麻将面具 回到县衙 兄弟们都摘了面具 坐在桌前 喝水 吃东西 一副懒散的样子 老汤带着一桶面具 依旧兴奋的灰胳膊 做扔银子状 发钱的时候觉得爽 发完钱还一无未尽 紧接着老三和老二 同时看向机缘楼上 这段在上一篇 分析老二的时候 是有提到的 老三先说的 我认识 然后老二的回答也很明确 但关于要不要执行张木芝的命令 老三是有私心的 坚持要给花姐发钱 而老二被老三 简单一句话就说服了 说明什么 在一些决策上 老二动摇不了老三 这就是跟我接下来要提到的 老二的死 有着必然的联系 黄四郎见招拆招 你发钱 我抢钱 搞乱张木芝的行动 然后引出新三部 查县长 出城剿匪 踩迪雷 主要要分析的 就是这第一部 查清马邦德 这句话透露的非常多的信息 表面上看黄四郎才刚开始 怀疑张麻子不是真县长 但就像我上面分析过的内容 黄四郎必然已经猜到 汤师爷才是真县长 而且张麻子底细 黄四郎很清楚 没必要查 且不说是老相识 一直借用他的名号 在结自己的货 怎么可能不了解 那黄四郎又为什么 突然要查汤师爷呢 这就不得不借用 接下来山西老婆这场戏 张麻子推开门 第一件事就是问汤师爷 你最近跟什么人吃过饭 见过黄四郎 这就说明在山西老婆来之前 汤师爷和黄四郎秘密接触过 时间刚好就应该是 黄四郎想要查清马邦德之前 这才是黄四郎要查清 汤师爷身份的真正原因 一个师爷 为了自己老婆安全进程 必然要跟黄四郎谈条件的嘛 那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是不是让你知道呢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 后面深度解读老汤的时候 还会提到这个点 我可以猜吗 你不猜 我可以猜 你不想猜 我说完你再猜 你好好猜 我可以猜 我可以猜